小奶狗原本想好新修一下吊灯 结果却打碎了价值千万的水晶灯 而没有这么多钱的她 只能委婉地跟女财阀提出了赔偿建议 听到这话的女财阀 心里乐开了花 然而小奶狗接下来的话 却让她空欢喜了一场 听到这话女财阀态度 显然有些生气 她表示必须赔钱 可当她看着小奶狗委屈卖萌的表情 她彻底的酥了 想着反正这小家伙收拾家确实有一手 自己工作忙确实也需要保姆 最关键的是 其实自己还真实 时不时有点想这个小家伙 与其像之前那样 想她的时候到处找人找不到 还不如就让她天天在自己身边呢 可让女财阀没有想到的是 这一灵距离接触不得了啊 这小奶狗优点太多了 不仅颜值怎么看都舒服 说话叫做小奶狗